广东省警方8日召开发布会 通报近期破获的多起涉案金额超一元的 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其中警方成功破获的2014猎狐一号 2014猎狐二号两个集资诈骗专案 全国涉案金额共约三亿元 涉及群众3800多人 据介绍 广东省警方今年3月15日 成功侦破2014猎狐一号 广州新达银业商贸有限公司 涉嫌集资诈骗专案 导火窝点10个立案5起 刑事拘留27人 经查 该公司已投资银饰品连锁店业务 每月可获投资款18%至30%的高额利息为右二 诱骗群众到公司投资 据统计 该案涉案金额约2亿元 涉及群众约2000人 广东警方还于6月23日 侦破2014猎狐二号 广州太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涉嫌集资诈骗案 刑事拘留13名犯罪嫌疑人 捣毁五处窝点 经查 该公司已销售预洗牌 尸骨蜜片 灵溪胶囊等保健品为名 诱骗老年人投资 该公司主要犯罪手法有 一是与投资者签订协议书 表面上是普通的购买公司产品的合同 但其中写明 按季度配发投资者购获总金额的5% 作为宣传推广费 年利率达20% 二是与客户直接签订借款协议 并出具借据 以年利率30.7%的高额回报 非法吸收社会公众资金 该案涉案金额约1亿多元 涉及投资群众1800多人